第403章 毛鸡蛋 刘婶在灶下烧火 文也感激地说道 东家总是这么细心体贴人 我娘常说就是他自个儿的儿子 待他也不能更好了 何氏提着锅铲 一边给锅里的饼翻个个儿 一边笑道 可别这么说 我快不好意思的 他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 能吃多少嘞 他还总帮我照看孙子嘞 往常穷 我就是想做好人也做不成 如今呀好多了 刘婶又谢了几句 说不是所有的东家 都是这样厚道的 他们家能遇上张家这样的 算是好福气 菊花见了二人客气吹捧 也不插话 自端着一削几饼 出来问葡萄 你弟弟嘞 这么快就睡觉了 葡萄点头道 嗯 我奶奶陪她回去睡了 菊花道 那咱俩带板栗小葱去外婆家吧 顺便送饼 于是两人各抱一个 菊花还吃力的将萧姬揽在左侧 往镇家去了 不料那饼还热乎着 这么抱在怀里 不一会儿就觉得热气灼人 急忙加快脚步 还不到镇家院门口 就大叫道 哥 哥 快来接一把 葡萄见了 知他烫了 想过来帮忙 可是他抱着小葱 就已经吃力了 哪里还能再端一消极饼 那可是有二十个雷 好在青木就在院里 听见他的声音急忙赶过来 先接了小姐 然后再抱过板里 点了点小姐的重量 则背道 你咋这么大意嘞 这么多饼 有好几斤了 还热乎着 你不晓得分两趟 再不先过来叫我一声 我过去接你也好 可烫到了 菊花甩了甩胳膊 不好意思的笑道 还好 我不觉得就在跟前吗 这么点路 还以为一下就能到了 快进去吧 站久了 葡萄该抱不动了 几人进了院子 见刘云兰 坐在青木刚洗好的筛子旁边 筛子用两根大板凳支撑着 里边放了块砧板 他手里拿个圆滚滚的黑色 梅豆渣正在切 见了菊花 关切地问道 菊花咋了 青木跟他说 他也责备了菊花几句 又让青木搬来葫芦的小车 把板梨放进去 小葱则抱在手上 杨氏纹身牵着葫芦从东屋里出来 身边跟着一个同葡萄差不多大的小女娃 清秀的脸蛋 就是有些面黄肌瘦 葡萄见了他 欣喜地叫道 妞妞 接着有些不好意思地 叫了一声杨氏 郑奶奶 杨氏笑道 你们两个呀 好不容易到一块 去说话吧 顺便看着点板梨和小葱 两个小女娃文言喜不自尽 还是葡萄跟菊花酒一些 先对杨氏规矩地谢了 然后才拉着妞妞来到板梨的身边 端了两根小凳子 两人坐了 唧唧咕咕地说起话来 又挥手叫胡萝 过来跟弟弟玩 瞧 弟弟对你笑嘞 葡萄却扑到菊花身边 刚叫一声咕咕 那边板梨就大叫起来 她只好松开菊花的手 任命地去哄弟弟 不踩她可不成 板梨会一直叫嚷 她都有经验了 不过 她更喜欢跟妹妹玩 于是缠着青木将小葱放下来 先抱她一下 又亲了她一下 然后拉着她的小手 呵呵笑 为了表示公平 照样对板梨也做了一遍这动作 看得青木和刘云兰呵呵笑 菊花扶着杨氏笑道 娘做了些果子饼 馅咸咸咸的也不腻 你吃两个看看好不好吃 云兰姐姐你也歇会儿 等会我帮你切 又道 外婆在做饭吗 我去厨房拿筷子 叫外婆也来吃 说必往厨房去了 还没到厨房门口 就闻见一股焦香 好像是煎鸡蛋的味道 外婆 这是在做啥好吃的 汪氏正站在案板边 用筷子拢一盘 煎得焦黄的东西 文言抬头 见是菊花 笑道 菊花呀 你可来着了 瞧马婶煎得好东西 你指定爱吃 我正要送出去 让他们尝尝嘞 马婶是个四十多岁的农妇 面容有些沧桑 头上包着头巾 衣上也干净整齐 菊花认出那是杨氏的旧衣裳 一看就是个清爽的人物 她见了菊花 有些腼腆的微笑 并不吱声 这是个不爱说话的 跟刘婶的热心不同 她将孤里的东西翻了一下 用锅铲轻轻地拍了拍 才对外婆道 沉了 老太太 又对造下烧火的张氏 刘云蓝的娘亲说道 亲家奶奶 小小的火就好了 张氏应了一声 菊花对张氏叫道 沉子 早让你烧火来 汪氏笑道 不让她干 偏要来插手 把妞妞赶去照看葫芦 又不让我动手 你母亲呀 都不好意思嘞 张氏忙道 她外婆 说这话干啥 她让我不好意思了 菊花 我也不是光来干活 我就是来扎堆凑热闹 坐在这儿 跟马婶外婆说说闲话 你母亲身子不大舒坦 我话多 怕她听了烦 就上厨房这儿来 你可别笑话身子 菊花忙客气了几句 就被汪氏塞了一双筷子在手里 让她尝那焦黄的东西 菊花煎了一块 见上边还有一丝丝细毛 恍然大悟道 是毛鸡蛋 她顿时就犹豫起来 夹着那东西 不敢往嘴里送 这就是没孵出小鸡的鸡蛋 有些还是当环 有些却是成型的小鸡娃 她前世小时候也吃过 后来被城里的朋友一顿说 什么有细菌啦 什么营养已经耗光了 弄得她就不敢再吃这东西了 况且饭店里做出来的 她潜意识就抵抗 所以前些年郑家夫小鸡出了毛鸡蛋 都叫菊花给扔了 杨氏也没法子 这一回好几只母亲开锅 出了不少毛鸡蛋 恰好汪氏在这 麻婶也是个不忌讳的 两人就炸上了 汪氏见菊花愣愣的 看着炸毛鸡蛋 却不吃 便殷切的催促道 快趁热吃 冷了就不好吃嘞 这个东西啊 醉补了 你多吃两个 麻婶会煎 煎得透透的 凉面黄 还撒了些酸姜豆丁在上边 一点也不腻人 菊花不愿意让老人家多想 准备吃一只 反正她又不是没吃过 但还是问了一句 这能吃吗 汪氏瞪眼道 当然能吃了 每回扶小鸡除了毛鸡蛋 外婆就炸给你大救他们几个吃 自己呀 可不舍得吃嘞 救赎你二舅吃得多 你母亲呀 也吃过不少 往常也没有油 都是干炕出来的 麻婶听你母亲说 往年你家都把毛鸡蛋给扔了 她怕你们嫌弃 就特地的用油煎出来 瞧 煎得多好 可不能再扔了 可惜嘞 菊花怕老人家唠叨 忙将那黄灿灿的东西 塞进嘴里 咬了一口 确实娇香 还带了点酸姜豆的酸咸 很不错 麻婶似乎明白菊花的心思 憨笑着安慰道 姑奶奶 我狠狠地炸过了 吃了不会生病嘞 张氏则笑嘻嘻地说道 她外婆菊花是嫌脏嘞 把这东西不干净吃了闹肚子 菊花你甭怕 我家云兰云根也是吃过的 都没事 咱们做的呀 还比不上麻婶炸得这么好嘞 汪氏赫赫笑道 菊花你小时候也是吃过的 你忘了 这会儿长大了讲究多了 甭怕你多吃两块 外婆呀 保管你没事 人家想吃还吃不到嘞 偏偏往年你们都把毛鸡蛋给扔了 菊花听了十分不好意思 反正这东西味道不错 索性就吃两个 心到还能吃死人不成 乡下人都这么吃 偏偏自己进了城挤回一大堆 汪氏见他吃了 乐得眉开眼笑道 吃了好 这个呀最补了 你这身子就该多吃些 走 咱把这盘呀 送出去让他们吃 说着拿了一把筷子 端着盘子就出来了 结果院子里大得小得 个个吃得欢畅 只有杨氏根本不能闻的油味 早占得远远的 倒是菊花拿过来的果子饼 他还吃了两个 菊花佩服的看着刘云兰道 云兰姐姐 你胃口倒好 瞧我娘 根本不能闻嘞 刘云兰红了脸 笑道 也不晓得咋回事 我老觉得饿嘞 总想吃东西 青木急忙道 想吃就吃 可别忍着 多吃些东西 身上呀 才有劲儿 云兰 你想吃啥 就跟马婶说 自己家 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我娘呀 是胃口不好 你不用随她 刘云兰 接她阴阴地嘱咐自己 心里甜甜的 柔顺地点头答应 菊花也劝了她一番 坐下帮着切豆渣 青木自去地里忙碌 菊花见杨氏也过来帮忙 便问道 娘 你就身上还好 杨氏虽然身子疲倦 脸色却不错 笑着对她道 嗯 还好 你也甭惦记 我也没啥事 说起来 还真是贫苦命 我闻见那油腥味就难受 吃些青菜豆腐倒好的很 这个梅豆渣烧小白菜 我能吃一大碗 我就跟云兰说 晒干了装起来 慢慢吃 这梅豆渣切成长条晒干 装在瓦罐子里就不会坏 不然的话 发霉过了头容易坏 菊花认证地听着点头道 嗯 这梅豆渣可是穷人家的好东西 多吃些没事 俗话说 青菜豆腐保平安嘛 娘爱事 回头 用烟血里烘烧豆渣 拿来送饭也是极有味的 不过娘 云大夫说 这些烟菜你还是少吃些 云兰姐姐也是 尽量吃清淡些 本来媳妇们的生活 就是围着厨房家务转 这会儿家里多了两个孕妇 沿潭街几乎都是吃喝了 见杂些 家常里短 这样子就要用烟血里烘烧水 谢谢大家